2008年2月29,這個地方之所以發生錯誤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就是都長這樣 或者油標把它放進去,它會長年月日 但是只有這個儲存格,它很奇妙 它放的就只有月跟日而已 所以當然你可以想個辦法 是不是說,如果這個儲存格 用什麼方式判斷 反正只要判斷出它跟別的地方不一樣的話 加一個邏輯判斷,也許這個地方就可以把它解決掉了 然後我想的方式是判斷它是不是一個日期 因為它這個裡面如果是放個日期的話 那就照正常方式處理 反之的話這個地方不是一個日期的話 那就是用不同方式處理 然後我們可以,假設你不確定說這個地方 OPEN OK 你其實一般我習慣會在這個底下 用那個檢視裡面有一個叫 要及時運算式窗 先try一下 比如說我要判斷 這個我先把這個 一樣再把它刪掉 因為有時候test的時候 都會複製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來做一個練習 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應該是2008 原來應該是2008 底下是 OK 把它這個資料格式 它有的時候會偵測 OK 然後如果你要確定說它是不是 比如說我這邊可以用一個VBA裡面的函數 我記得好像裡面有一個叫 is day is day的話 是不是是否 哪個儲存格是不是 一個什麼 一個日期 所以我可以怎麼 把 比如說我把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是range 裡面的哪一個 比如說A的這一個好了 4850 這個儲存格給它判斷一下 這個是不是有個日期 它回應是4 也就是說呢 它認為說這個4950 這裡面是放一個日期格式是OK的 所以它跟你講true 那也就是利用這種方式 我們可以再加一個if的判斷 如果把4853放進去 4853放進去看看 就是這個02斜線2月28 那理論上它只有月跟日 應該它是把它當成文字的機率來看待 應該是比較有可能的 OK 所以enter看看 應該是force吧 它也是一個true 我看一下儲標放這裡 所以得到is 這裡面這樣它也把它當一個日期來看待 所以如果用is day來判斷的話 那可能就不OK 所以可能要再看看有沒有什麼 或者說判斷它的自串長度之類的 可能各位想想看吧 反正就是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掉了 最終我是希望說 我們做完的結果 就是可以把它全部都串在一起 這個可以再判 那也就是說我可以在怎麼樣 假設我們全部串完之後的話 我這邊就是 就是後面其實還有一個資料剖析 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就是可以先刪除 這個先改一個名稱好了 再重複 先把這個刪除日期列聲刪掉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把日期複製過去 OK 然後再來就刪除不需要的列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後面其實還有啦 增加1到6號 因為這邊要剖開來 因為這邊有6個號碼把它剖析 所以我是這樣 先增加有6個號碼 這邊1到6號 然後呢把這邊6個號碼剖到這邊來 我是用資料剖析的 或者用那個VBA裡面的Splitter 最後的話呢 再把B欄給刪掉 B欄刪掉很簡單 就是covents.delete 最後自動調欄寬 這樣就OK了 所以今天的話後面 最後假如說你要把它綜合在一起的話 那就是用call的方式 分別是先 所以我前面其實可以再加一個 是不是上面應該有 已經有個CRS吧 看一下 已經有CRS 那我就什麼 先下載 假設我們逐一來看 最後其實 因為後面有一些地方 可能今天時間來不及 那我大概先講一下 回去各位有時間的話 可以不妨可以練習看看 那我就把這個Run一下 第一個先把它下載 刪掉舊的 先把它下載下來 那當然有68頁啦 如果用今天的那個 其實Query Table就蠻好用的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刪除那個 就是日期列 然後再複製日期 然後再刪除不要的列 然後再增加號碼 然後並且剖析資料 刪除就是B欄 OK 那最後得到的就是我們要的 目前看起來好像又OK 正常了 那剛剛那個2008年的2月29 是不是也正常 我剛剛是有加了一個Date 但是我不確定是O不OK 因為這可能還要再驗證一下 2月28 主要是那個日期 會有問題 2月29 2月29跑去哪 好啦OK 反正基本上我今天講的部分 程式碼雲端上面都有 所以請各位再參考一下 好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OK 希望知道就是 到底哪些號碼是排名在最前面的 各位如果回去有時間的話 再試試看 另外的話 我們其中的作業 還是有一些同學沒教 好像我看到有16個同學有教教 還有大概有9個同學還沒教 如果沒教的話 可能花一點時間再複習一下吧 OK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我會沒有教學 你沒有教學 你沒有教學 那時候我會想要那些 他要想要那些 我可以想要那些